到銀行詢問疫苗意願登記 但行員似乎不太清楚狀況 說要自己先申請再來預約 民眾走出銀行有聽沒有懂 行員又追出來 說有帶手機就可以幫忙操作 這是高雄銀行林亞區的分行 那另外一家分行呢 警衛拿出一張單子 請你上1922網站登記或是找里長 民眾之所以會跑來銀行問 是因為公費疫苗預約系統上限 高雄市府為了米平數位落差 協調各區公所 衛生所 社福中心等公家單位 就連高雄銀行 農漁會也設置了服務臺 專人協助民眾操作 週二中午1點半左右 新興區公所的窗口沒有洽詢的民眾 而對面稅捐集中處告示牌早上就立出來了 但一整個上午都沒有人來問 昨天晚上才接到說我們要設置這樣的平台 人口有30多萬人的鳳山區 公所也設置了疫苗登記服務臺 但民眾代辦事項都跟疫苗無關 辦什麼 育兒津貼 跟疫苗預約無關 無關無關 對對對 因為我都用網路啦 第一天嗎 對 有人啦 其實那個人 有一個 附幼館一整天也才一個人來尋求協助 看來民眾大部分都靠手機APP搞定 只不過公費疫苗預約平台上限當天 高雄市府就提供專人服務 就是要趕快衝高疫苗施打率 TVBS新聞 吳少龍 黃曉琪 高雄報道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